选择救老公还是救母亲 但是你把手伸给老公咬 一家就团圆了 整齐一家人 先找出不对劲的地方 点击电视 最近突然爆发的X病毒 妈妈也不幸中兆了 看来是爆发了丧尸病毒 原来妈妈被感染 帮妈妈申请了解药 希望一切都会好起来 被感染了还能吃饭吗 老公等一下会去给妈妈喂饭 妈妈在这个房间里吗 安全起见 暂时把妈妈锁在房间里面了 是解药送来了吗 果然送来了解药 解药到了 这下妈妈就可以恢复正常了 这是什么情况 妈妈早变异了 妈妈感染后 脸色就变成这样了 关在笼子是对的 为了防止妈妈发病 就只能先把它关起来了 饭菜怎么倒了 饭菜怎么全倒在地上了 老公好像手被咬了 老公的手怎么回事 是被妈妈咬的吗 他应该也变异了 老公不是来喂妈妈的吗 这是怎么了 怎么被绑住 这是老公把自己的手绑起来了吗 你又怎么当情结工啊 这是叔叔阿姨特意为我准备的 你应该和男友穿情侣装吧 哎呀 是哥哥怕我着凉 你哥哥把你发夹也拿走了 妹妹的头发向来都是我替他砸的 你是妹控吧 拍出大家满意的照片 妈妈怎么还服侍儿子啊 还是当妈的最疼孩子 你这是溺爱吧 这个位置应该是女朋友站的吧 你可不能有了媳妇忘了娘啊 你不是多了个女儿吗 对了 女朋友先把碗放好吧 阿姨说这是准儿媳妇进门该做的 还没取过门就安排上了 男友的东西也应该给女友吃啊 喂 我来为你吃水果 女友勉强笑一个吧 表情管理没做好 你也很无语吧 还有妹妹你把脚松开啊 我从小都喜欢黏着哥哥 姐姐不会生气吧 不会才怪呢 爸爸怎么还在睡觉啊 昨晚没睡好 这还有哪里有问题 爸爸你能不能把裤子穿好啊 起床太急了 好了 这下你们应该满意了吧 怎么还不满意呢 如果你把爱心奶茶给了美人鱼 红色饮料给了海豹男 橙色饮料给了海豹仔 这还差不多 你就会拿到一副逆天好牌 此时你直接赢下这局的话 春天 我赢了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我去 不讲武德呀 因为规则说 娇人姐姐排屏比较差 所以我们只能单走一个六 十七张八 我赢了 谁赞成谁反对 现在只能选择赞成了 你作弊 我反对 咦 这是什么 糟了 快溜 海豹男竟然出卖我 王豹弟 你跑哪儿去了 这里用剪刀剪开小熊 规则说 娇人姐姐如果生气了 你只能靠实力去平息她的怒火 那只能牺牲我的美色了 馆长 这么巧啊 待会儿约顿烧烤不 少来这趟 看来我不够美呀 那我们先拿出口袋的药水 直接变身美男子 再披上纯白的外衣 戴上爱的玫瑰 准备就绪 馆长 这么巧啊 待会儿约顿烧烤不 王豹弟 待会儿我请客 果然是帅帅惹人爱 但如果你在逃跑的时候 带上海豹仔仔 小白啊 馆长生气了 快给我跑 然后把身上的药剂 给海豹仔仔喝 总算变成人形了 馆长姐姐 王凤迪往那边跑了 凤迪啊 我帮了你这么多 你怎么报答我呀 这海豹是不是有什么大病 如果让爷爷回到过去 闪开 我才不要回去冻成狗 那行 先花钱买个暖炉 再让狗狗回到过去 还是这样舒服啊 咦 怎么还能泡温泉 那我要回 再把房子装修一下 有钱了赶紧翻新下墙壁 然后安排一张大暖床 之前的破床 我是一天也不想睡了 等等 刚刚是我草率的 让我回到过去 接着让奶奶回到过去 不年轻哪敢跳这个舞啊 小伙子听爷一句 食物也让他回到过去吧 有时间了 就要吃遍各种美食 再给吊网箱个金鞭 小伙子 爷的富婆通讯录送你了 既然你玩这么大 那就让爷爷回到过去吧 丫头 我怎么是这种过去 可能系统错误了吧 我把钱给你吧 有个屁用 再让我回到过去 行吧 我试一试 严谨提示 本功能只能使用一次 我去 完了 班里最穷的未来干嘛了 后来小李通过自己的努力 成了外卖员 那他是班草吧 他看起来有点慌 后来小帅因为犯了错误进去了 就觉得他有问题 哎 这男孩这么阳光帅气 未来前途无量啊 后来班长因为感情问题 患上了抑郁症 我去 还整抑郁了 那这个爱读书的小女孩呢 学霸翠花大学毕业之后 没找到工作 现在还在家啃老 真是出乎预料啊 这个是男孩还是女孩 他好像喜欢某神啊 阿宅后来开了一个二字眼游戏公司可赚钱啊 这家伙不错啊 那这个瘦瘦的 未来变成肌肉男吧 后来阿强因为长期的营养不良去世了 好吧 那我猜这对秀恩爱的后来结婚了 后来小王和阿虎离婚了 行吧 那这个喜欢化妆的男孩 以后卖美比吗 王刚蛋怎么变成美女了 算了 都不太正常 看一下这个臭美的 后来苏芬发明了不等事 成了新天美中博主 这个倒正常了 那这个胖子不会是吃播吧 后来胖宁因为胃口大成为了大胃王美食博主 总算两个正常了 那还剩一个同学在哪里呢 他在门外嘛 这个是斑花吧 他未来怎么样呢 小花小美因为过度使用激素长出了胡子 我去 错不及防啊 但是怎么没过关呢 等等 他和他不会是一对吧 后来王刚蛋和小美结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先把沙僧换了 整完容也是个猛男 我去花季美男呀 那师父也换一下 为师也要换个行头 这也太炫酷了吧 要花光唐僧挣来的钱 那这可是齐天大圣呀 肯定得帅爆啊 你这镀金的菇也要换成纯金的 我去 就换了个金菇 太损了吧 那猪八戒肯定不能比猴哥帅啊 你这个造型得换换 容易吓到女施主 妈呀 这样都很帅了 对了 行李咱也把它升级一下 给你换个装备 带轮子的 诶 别忘了 后面还有白龙马 咱们这作家也得升级 看到这情况 猴哥不得哭晕在厕所 等等 这怎么有一个美女啊 让她过来 对嘛 不要打打杀杀 有钱不赚是傻子 哦 好有道理啊 那这沙漠也换了吧 绿化也很重要 不要影响去西天的心情 再铺一条高速公路 要想快 先修路 对呀 可你们都那么帅了 猴哥咋这副鸟样啊 打开行李箱看看 这是剪刀吗 剪一下猴哥吗 你这一身毛也该剃了 现在猴哥可以变身了吧 别给哥省钱 哥有的是钱 对吗 这样的齐天大圣才帅嘛 那这还有钱 应该换哪里啊 诶 刚刚师父说猪八戒的鼻子 有点吓人 那把他的鼻子换了 你整个戎竟然要整两次 哇 八戒好帅呀 那么最后一个银子 应该是花在这个仙人掌上吧 这样就再也不会迷路了 一路向西 出发 骂眼 太酷了 遇到这位大嘴巴美女 直接选择手机拍个美颜照片 就安全了 没想到我这么上相 爱了爱了 夜班保安 今天是上班第一天 能不能留下就看你的表现了 好吧 看一下规则 工作期间需穿好制服 巡视大楼时遇到可疑人员及时驱离 遇到奇怪事件可以用工具解决 这个0807什么意思 一定要遵守保安守则 那先找到制服 这个不是制服吧 上面的柜子需要密码 我懂了 这才是制服吧 不错 还挺帅的 那这个撬棍干嘛的 哎 这些什么玩意 这些是你可能用到的工具 啊 这么多 去巡逻吧 好好干 好 出发 怎么这么黑 选择蜡烛还是手电 肯定手电啊 这下能看清了 这么脏 是没钱请保洁吗 有可能 那就选择扫把打扫一下吧 继续巡逻 什么声音 我美吗 很美啊 选择手机拍个照 没想到我这么上相 暗了暗了 这下走了 好像来人了 来者不善 我要做好准备 小丑啊 黄木剑还是电棍 电棍啊 这不是废话吗 它太危险了 得想个办法制住它 这里肯定选绳子了 好的搞定 嗯 很好 你转正了 谢谢主管 以后他们就交给你了 诶 先把媳妇的衣服穿好 别打扰我抢镜头 然后妈妈和儿子的衣服穿错了 我说衣服咋那么大的 拍出满意的全家符合照 你这小孩拍照咋哭了 哦 把狮子口的波板糖给你 谁又把糖给他了 这爷爷肚子有九个月大了吧 赶紧用绳子绑住吧 我这身材 你羡慕吧 你这自信是个谜啊 不是 你干嘛拿着白色的灯笼 大过年的真离谱 哦 应该是用这坨红色的把它涂红吧 挂娘挂红灯笼才喜庆 你也知道啊 我去 这老公时日不多了吧 这有什么能给你补补的呀 诶 人到中年不得已 保温杯里泡枸杞嘛 你平时戴啥呢 那么虚 这你会不知道吗 你衣服给我穿好啊 好吧 我把衣服穿好 哦 这坨黑色的 应该是爷爷的头发 我也搞个慈善的头型 还有奶奶生气什么呀 给我笑一个 等下拍完 赶紧去写作业 好了 这样应该没问题了吧 诶 怎么不对呢 还有哪里有问题呀